然后隔了没多久张杰又打给我说 她撑不下去了 她说我觉得我配不上娜娜 说其实我深深地知道应该给她很多 但是我总是把握不好那个时机 每回看到娜娜我就觉得好像欠她很多 我特别后悔她说在她生日的时候 我给她摆那么多玫瑰花 为什么我明明想跟她在一起 我为什么就是没有想到在里面摆一个戒指 她说你知道娜娜那天往卧室里面走 然后我其实在后面看到她 其实在卧室里面的花里面在翻 我知道她在翻什么 但是我并没有准备 然后她又觉得很后悔 然后她自己又否定自己 她说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然后我甚至想说是不是娜娜离开我会快乐一点 然后我也只问了张杰一句话 我说那你还爱娜娜吗 她说我到此都爱她 所以可能很多记者朋友啊 或者身边的娱乐圈的朋友看到的是两个小朋友 打打闹闹就是嘻嘻哈哈 但是其实这一次的专辑也好 包括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婚礼也好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 拨开乌云见到太阳 然后花都开好了的感觉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我才知道当每个人放下自己的心结 从自己最大的迷思当中走出来站起来 那才真的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我想这是这首歌的意义 对不对 她在那个最接近天堂里面有一有一声喊 她就是她的一种挣脱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那一句 因为那个叫声我觉得我一定要经历过一些事情 一定要懂得去挣扎 懂得去让这个创伤 让她会有那种愈合的感觉 所以我那时候 我觉得我就站在山顶上那样喊的感觉 我觉得一喊所有的乌云都没有了 所以你有记得是从哪个瞬间开始 你突然就开了透了吗 可能是发了那篇微博吧 哪篇微博 就是七月 就是七星那天 我们要在一起 你之前跟大家讲 就是在他们结婚前一天 他们还因为一些小事情 在有一点小半嘴 然后我还真的在担心说 怎么办这两个小朋友 一直在吵 突然就看到那个八卦新闻说 结婚了 我想说绝不可能 后来娜娜就跟我 当时就告诉我说是真的结了 当时是怎么 你们怎么会突然想到就去结婚呢 她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怎么跟她安全感呢 之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但是我觉得现在 也不是说有能力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还有有这个勇气 还有有我一颗很疼爱她的心 所以我觉得我要让她感觉到温暖 我让她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 不是一个冰冷的床单 而是一个在等她一个男人 所以一通百通 发布了这个婚讯之后 就不用 好像很多事情都变得那么简单 而且很简单 我觉得张姐可能突然觉得 我是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了 我是一个有家的担当的男人 所以我不能够在陷在自己的小情绪里面 所以这一通了之后 就真的通了 一切都自愈了 但是与此同时 娜娜也发过一个微博 就有一天雷雨什么什么说 被雷劈了什么 有一天雷雨交加了夜晚 性格互换了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都有人说 何老师 张杰的微博 现在是不是谢娜在写 很多人 包括歌迷也会这样讲 因为我会看评论嘛 然后我就说 怎么都在说 是她写的 这么看不起我吗 我的手机就 就拿给她这样保管吗 她主要一下突换 又变得太那个 有一天那个 就天愚的老板跟我说 你跟张杰说一下 不要以前五天都挤不出 一个微博 现在一天刷十几天 也当时